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手周知最新的中国女族U17的队伍呢正在征战世界杯 那么我们呢已经完成了两场小组赛 接下来呢还有一场小组赛要打 如果说能够战胜西班牙我们才能够挺进八强 如果输了输给西班牙那么我们将会直接小组淘汰 所以对于中国女族来说啊 本身呢这场比赛的挑战性呢非常强 而且值得关注的是那么在这场比赛即将到来之后啊 那么在央视层面那个直播安排呢也会有一些变化和调整 那么这个变化的调整呢那么目前来看呢 让很多球迷呢还是觉得非常遗憾的 所以接下来呢想和各位球迷分享一下 这一次到底做了哪一些调整和变化 以及中国女族接下来呢到底有没有把握能够胜出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查案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中国女族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央视这边整体的变化 那么按照我们目前呢整体查看央视的一些直播 日程安排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 在这一次面对西班牙的比赛放在啊18号的晚上7点的进行 但是在之前直播过女族的两场啊 两场比赛的cctv5平台和cctv5加平台呢 都没有看到相关的一些日程安排 所以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呢 在之前一直稳定去播出中国女族比赛的这个直播平台呢 目前来看暂时没有更新安排相应那些日程 所以对于各位球迷来说呢也一定要留意一下 如果到时候在这两个平台没有关注到相关的一些比赛安排呢 也要及时去到其他的渠道来继续支持我们中国女族 继续给我们女族的好好加油 那么从这一次我们女族的比赛在整体的央视直播当中的调整出来之后啊 有些球迷群说实话还是觉得有些遗憾的 毕竟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女族虽然说整体的成绩不算是特别理想 在第一场比赛大暴冷的经验打败了亚军墨西哥女族 但是在第二场比赛却是暴冷输给了哥伦比亚 整体的成绩呢排在整个小组的后几位不算是特别的出色 也确实呢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 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女族这帮姑娘们呢 敢打敢拼打出我们的一个精神呢 我觉得这点是值得鼓励的 所以接下来即便是不能够出现 或者说面对西班牙女族这场比赛 我们不能够胜出来我觉得央视这边也应该给予足够的一些支持和曝光度 那么接下来我们球迷才能够一步一步去见证 我们中国女族这帮姑娘们的成长 才能够给她们的加油助威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女族而言 后续才会有更多的一些底气呢 去面对一场又一场非常厉害的一个应战 目前呢随着这一次这个整体的调整结果出来之后啊 我觉得不管是对于女族的团队 还是对于我们这一次一起跟随出战的逐协副主席 也就是顺文而言呢 应该都是一个比较遗憾 也是比较无奈的结果 那么他们目前也只能够做好准备 来带领着中国女族打好更多的一些表现 至于说直播平台有什么样的个安排呢 也确实不是他们这边呢能够去操控了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对于中国女族来说啊 接下来的话 所有的事情呢都已经是有了一个初步的安排 即便是后续暂时没有相关的一些直播安排呢 我觉得大家也一定要努力打出我们的精神和风采 因为从目前来看呢 我们的手下败将墨西哥女族呢 已经帮我们狠狠的打败了西班牙女族的一个锐气 2比1呢在最近的小主赛当中拿到胜利 所以对于中国女族而言呢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既然说我们曾经打败过墨西哥女族 那么现在墨西哥女族呢又打败了西班牙女族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我们呢应该拿出面对墨西哥女族那场比赛的状态和心态 来应对这个最强对手 这样一来呢如果说能够出现奇迹打败这个对手呢 我们将有可能创下本阶世界杯一个很好的成绩 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有机会能够冲击更高的奖杯 所以接下来呢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加油做好准备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